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没什么力气 小丫头 小五 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呢 还是不够力啊 哦 是吗 是 急 搞什么鬼 不许是吗 痛快 再来 小娃娃 实际找得不错呀 哼 七宝有名 一约绿 七宝有名 二约速 小娃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挺好玩的 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 小三 我们会不会出手 太重了 不会 赵老师还没有使用魂技 真是八十岁老娘倒崩了孩儿 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是不行了 木飞 你笑什么笑 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孩子们 来吧 我们继续 小五 流星人垂 冷淋草 岔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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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 小五 这是 不好 很好 居然有迷惑类的魂迹 可惜你忘了我的名号是 赵老师的名号是不动明王 魅虎术对他一律无效 而且 如果等级功力相差太大 一旦 小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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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事 迷惑类魂迹的效果虽好 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 受到此生活力反释 自然也只能是这个结果 就像你那兰茵草上附带的毒性 也对我无效一样 让他睡一晚 明天醒来就恢复了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 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 你们输了 你们几个后的实力差距太大 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 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小五 怎么 你还想继续吗 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 我的第二魂魂技能大力金刚掌 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我并不是要跟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那这么说 你是认输了 不 我希望能和您认真地打一场 一切重新开始 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 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个人 同时进入十来科学院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 刚才你们四个一起上 最终